年度的国内各大电影节红毯,基本上都是娱乐圈女星她们争其斗艳的战场。 11月23日的第32届金鸡奖,闭幕红毯仪式上可谓是众星云集。 已有600多位明星现身红毯。 而这种大场合自然更是,少不了女星她们的经验亮相。 各放异彩。 可是甚至各个各家女星工作室,放出的精修图美轮美奂。 但红毯现场的高清生图却往往往相当残酷。 也许如95后当红小花冠小童。 红毯现场以一身闪钻仙女群亮相。 往日国民一改往日国民闺女的清纯画风首度大秀了一个性感。 虽然在身材方面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实时在在的图对比起。 已经修图的苗条瘦靴,却是差距明显。 实际上这也不是关小童第一次在身材上被吐槽撞实了。 其实在身材上关小童拥有1米72的身高,只不过在上上比较大。 因此很多时候给人一种五大三粗的感觉。 说在形体控制方面,比其他女星很难克服。 杨遗憾在红毯上一席翼的红裙现身,配合烈焰红唇大波浪造型。 气场全开。 不过遗憾的是在未修图中。 虽然杨幂充满装扮经验。 显出明显的松弛。 脸部凹陷的皮肤蛋白稀少。 都有以来杨幂都有少女幂的美名。 不过现在明显老气汗疲倦。 汗精修图相差甚远。 自一指缠事件后事业预见冷厚的白百合。 状态状态口碑回升。 这是入围了最佳女主角指标。 从原工作室晒出的精修图来看。 白百合身材曲线优美。 少女气息十足。 图则是身材比例失调。 脸虽小。 却种种种的明显。 也看不见半点曲线。 是你一直以来以来称重是生图杀手。 出了名的生图和精修图全然无差。 这次经激讲红毯。 妮妮以一席深棕色丝绒连衣裙经验亮相。 整体上和精修照照差异却不大。 只是服装上看起来略显松垮。 而是很好的上展现出妮妮的好身材。 当然气质上还是相当出彩到位。 迪丽热巴现身红毯一席黑色花瓣花瓣抹胸纱裙绝美优雅。 无论颜值还是气质都是双双再现。 不过人们对比鲜明的热巴的精修图和生图, 却意外地发现了她的耳朵上莫名不见一只耳朵。 这也可能导致迪亚尼热巴没因经验造型。 而却因走红毯丢了一只耳环迅速登上热搜。 只能说,画风莫名的而有些呆呆的蒙逗逗笔了。 当然,若是论及女星红毯现场,生图与今修图最大话最大的。 当属留小庆了。 已经奶奶虽然已经67岁。 但是这些年却一直一直以不是人形像不光感,出演少女角色。 日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初出的照片,也是年轻靓丽十足。 仿佛逆境一般。 这次刘小庆自己晒干的红毯造型美照依旧是靓丽十足。 不过现场却未修照照则是在车祸现场。 彻底地曝露出了岁月的痕迹。 但是能够67岁仍能保持着这份始终不改的年轻心态。 已经算是难能可贵。 可敬可佩了。 请不吝点赞! 请不吝点赞!